大家好,这里是GF科技视角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美国针对中国开始数字化脱钩 前两期我录的时候大家说这个声音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今天拿这个无线话筒手对着 看看大家听一听是不是声音效果会好一点 那在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好,这段视频看完了 这个呢是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星期五的时候接受媒体访谈的一段讲话 那么雷蒙多呢讲到一个听起来非常多可思议的一个场景 他说假设在美国有300万辆电动汽车是来自于中国的 或者是中国制造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北京突然下一个指令 然后这300辆电动车就一下就都不能启动 不能使用了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那听起来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是很大 但是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这么设想呢 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上个星期四也就是2月29号 美国总统拜登授权美国商务部针对海外汽车的软件展开调查 就是调查海外的开发的这种汽车软件 主要是电动汽车的软件 对于美国的汽车市场构成什么样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影响 那明眼人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基本上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安全调查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的电动车目前出海的这种势头是非常猛的 那么虽然目前还没有进入到美国市场 但是呢像比亚迪已经号称是要在墨西哥建立工厂 然后供应墨西哥本地的市场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这几年发展的的确非常迅猛 所以呢这个技术领先性是全面的 不光是电池啊还包括整车设计一些关键部件 还有就是汽车软件 大家知道这个汽车软件在电动车里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份额 那么中国的软件尤其是经过市场打磨的这些这些人机交互啊 这种使用啊实际上是相对来说非常有优势的 那么这些汽车软件实际上呢可能会随着和国外汽车厂的合作 变成美国本土市场销售汽车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包括像德国的大众现在也在跟小鹏合作做这个电动汽车的开发 所以很难讲未来欧洲的车上会不会配置或者说配置多少 中国开发的电动车软件 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担心的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调查应该说我觉得只是开了一个头 后面实际上它的波及的范围或者说影响 有可能会牵涉到整个互联网和相关的数字化服务领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目前展开的这个调查 实际上呢这个和未来很多的这种基于数字化服务的这个设备 或者是这种产品是直接相关的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以以2B为例 那么一年多两年以前 美国实际上已经针对中国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展开了调查 甚至说这个问题甚至上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就在2023年3月左右 中国的一家企业叫做上海振华重工 那么也叫做这个振华港机 在美国的应该是众议院的听证会上专门提起来 因为这家企业呢 它是做码头的启重机械的 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全球的这个码头启重机械 它大概占有接近70%的市场份额 压倒性的 那么在美国呢 市场份额会更高一点 到接近到80% 那么传统来说 这些机械设备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安全性的问题 但是随着这种传统机械设备的数字化改造 以及物联网技术的全面应用 这些传统的机械设备呢 自己都有了一些所谓的智能的部分 或者说软件部分 数据采集跟数据的这个管理部分 这个就为潜在的这种数据风险 这个应该说挖了一个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就以振华港机的这个启重机为例 它呢相关的这个数据收集和这个信息化管理 一方面呢 包括这个启重机本身 比如像启重机的设备状态啦 电机的温度啦 有没有过热 有没有过载 以及相关的工作时间 这个启重机大概在什么时间段工作 工作负荷多少 那么以前可能你是要手工记录 现在都不需要了 这些都是由后台的软件通过传感器采集 获得相关的信息 而且是非常准的 你电机一转马上就知道是在工作状态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个 维修维护的工作 甚至还有一些安全控制管理的工作 比如说像塔调的可视化系统 那么在塔调的顶上 它会有摄像头 而且这个摄像头连接的系统呢 会有人工智能的图像识别功能 当它发现作业区域出现人的时候 它会自动识别出来 这是人 然后通知操作者现在你的工作区域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你赶紧停下来 否则的话有可能都会对这个人造成伤害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系统 它实际上采集的数据范围是非常多的 不光是这个启动机内部的 还有启动机周围的 包括这个图像的而且还要需要识别 那么这个识别功能有可能真还不一定在本地完成 有可能上传到后台识别完了之后 再这个返回给本地的控制系统 那么这些信息 那如果说它最终它的运营平台是在中国的话 你可想而知美国是非常不放心的 相当于整个港口周围的情况 这个视频信号都有可能上传到中国 好这个是有关这个起重机本身的一些信息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外部信息 就是有关集装箱的信息 现在的集装箱 因为这个物联网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很多集装箱都带有这种数字化跟踪的这个设备 这设备可能很小 就是只是一个这个射频芯片 那么射频芯片里头存放了你的集装箱的 比如说这个始发地目的地 甚至说你集装箱里头一些相关的货物信息 方便清关报关 那么这时候这些信息实际上在被起重机 这个吊起来的时候 移动的时候 起重机都可以时时采集得到 那么这些信息 如果它是很全的话 就像我前面刚才讲的 美国80%的港口都在用这个上海振华重工的起重机 那如果能够收集到超过80%的美国港口的物流信息 实际上你完全可以给予这个数据推测出很多隐含的信息 对吧 那么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很敏感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具体到这个振华重工 它的数据到底有没有上传 如果有上传的话 上传了多少 那么有没有做好相关的这个数据安全性的控制 那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就只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 那美国有相关的这个担心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以前完全没有安全问题的这些硬件的设备 那么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 那么带来了大量的额外的数据 大量额外的资讯 要和后台进行同步 那么这时候就会带来这个所谓的安全的隐患 那么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实实在在的发生过 比如像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么在开战之后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个城市 叫做梅利托博尔 那么在梅利托博尔呢 有美国的一个这个农用机械的公司 叫做这个John Deere 就约翰迪尔 他生产大这个那种大型的拖拉机呀 或者是联合收割机呀 之类的相关的这些机械 那么俄罗斯军队在占领这个梅利托博尔的时候 在当地这个约翰迪尔的这个一个迪尔店 就是他的经销商店里头呢 发现了27台大型的农用机械 然后他们直接卷包会 全部运到了车臣 打算自己用 相当于是战利品了 整个27台机械 大概价值超过500万美元 等运到车臣 700英里之外的车臣之后 一开机 发现设备全部都被锁死了 不能用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代的这些农用机械 实际上它都是有相关的 这个控制系统和通讯系统的 就通讯系统可以 和后台的这个生产厂的这个管理系统相连 当你这个机械被盗或者是被非法使用的情况下 后台可以发出指令 直接把你这个机械给锁死 你机械根本就打不着火 你打火本身就是要通过它的内置软件系统激活 才能够完成相关的操作 当然了 你如果硬是暴力破解 去把它的这个控制系统破解掉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相对来说 需要对于这个系统本身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呢 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现代的这些复杂的系统 包括稍微复杂一点的 这个设备 它都不是一个单纯的铁家伙 不是一个单纯的硬件 后面一定是跟服务绑定的 那么在和服务绑定的过程中间 还在源源不断的 因为你是现代设备嘛 会有很多很多的传感器 生成大量的数据 就以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约翰迪尔的这个农用设备为例 它有这个扭矩传感器 可以去测量土壤的密度 它底盘上有湿度传感器 可以去采集土壤的湿度 那么和它的设备的位置传感器 整合到一起 它可以生成细到厘米级别精度的 这个土地的这个密度啊 湿度啊 相关的这个区域图 所以说它的信息采集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上传到这个后台 那么其他很多很多类似的设备 实际上都是这样了 当你买一个设备的时候 你买的不光是设备本身 你还在同时在买设备的服务 你才能够让设备正常的运营下去 而这个设备的服务呢 往往是和设备本身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开 那么除了刚才讲到的乌克兰的这个战争 里面这个设备商可以直接锁死之外呢 像美国的这个农民 他们在买了这个约翰迪尔的设备之后 他们在维修的时候 必须要找到约翰迪尔这个公司授权的维修点 才能够相当于访问这个大型机械后台的这个软件系统 才能够在软件系统里头做相应的诊断 或者说假设你的一些电子设备出现了问题 他都需要授权的这个服务商 那通过他私有的这个key 才能够去做相关的这个软件的调试诊断 或者说相关部件的更换 如果你不是授权的这个维修商 你系统根本就打不开 那么当然了 可想而知这些维修商 他的收费相对是比较贵的 因为他都是这个premier的服务嘛 那美国的农民也是非常恼火的 2000年左右还曾经抗议过 后来美国政府专门去开了一个口子 就是针对这种情况 因为软件本身是这个制造商授权的 那么有相关的这个版权的保护 所以这个美国的立法机构 专门对于这个数字千年版权 法案做了相应的修改 允许就是说 如果你是机主 尽管你这个没有拿到制造商的授权 但是你也可以要求 这个一些第三方的服务商 通过一些合法的手段 去找到这个制造商 要求他提供这个设备的特定的 类似于私钥一样的 然后进行相关的维修 你如果强制 机主去一定要找这个 你授权的服务商来维修的话 这是不make sense的 所以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来 现在这种大型机械 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控制 已经非常成熟了 那么所以你想想 如果是一个大型的 中国制造的大型设备 它背后一定是跟这个在中国运营的这样一个数据平台 紧密的绑定在一起 不断的会有大量的数据的交互 那么远程控制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 连这种拖拉机都可以控制 你想想这个港口的启动机械更复杂 造价更高 那它的这个整个系统管理系统更复杂 那它要想做一些远程控制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但我不是说它一定会做 但是从技术上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事实上现在很多这种复杂的设备 它为了做好这种维修维护的这种schedule的管理 它的确后台会去做一些相关的系统的诊断啊 一些关键这个部件关键工作状态的监控啊 以及相关的数据同步 这是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万物互联嘛 在物联网时代 所有的这些设备都会和后台有非常频繁的交互 除非你真的就不打算去管它 否则的话 稍微高值一点的设备都会去 这个纳入到整个的管理网络里头 那么这个是2B的这块 实际上2C也是一样 你想想现在这个智能家庭里头 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 冰箱洗衣机 对吧 门控系统 监控系统 门铃 然后连什么灯泡插座 现在都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来进行控制 那么如果这些设备 对吧 我可能这些灯泡是什么插座 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编程功能 但是如果是一个集中的这个 Digital Home的一个中控设备 那后台和它的制造厂商 有相关的实时数据传递 甚至说做一些远程控制 这个都是很常见的 非常容易理解的 所以这样的系统如果来自于这个关系不太好的国家的话 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监管部门会不会担心 我觉得肯定是会担心的 所以呢 那不光是2B 2C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设备 是必须要和现有的整个的这个数字化生态系统集成到一起的 这就意味着他们一定会采集数据 生成数据和后台同步数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美国对于中国生产的这些智能设备 或者是由中国开发出来的相关的这种智能设备的管理软件 非常不放心的话 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中国这个美国的市场 要和这个中国现有的这些智能产业 智能化产业要全面的脱钩 为什么说是脱钩 而不是之前市场上讲了非常多的所谓的de-link 就是de-risk 就是降低这个风险 因为降低风险是指的是 你最终的目标只是说控制风险 你并不诉求说一定要断开其中的连接 对吧 那么如果说美国政府给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 比如说好 你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销售产品提供数字化服务 没问题 但是你需要满足12345这些清晰的条件 就像TikTok一样 你需要去把整个的数据平台 有关美国用户的数据 它的运营平台 它的存储平台 它的相关的工作 这个流程全部都在美国境内完成 由美国分公司的员工去进行相应的数据操作 限制它在美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服务 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de-risk 这就是直接是disconnect 对吧 我只是因为你是出身 哪怕你做更多的技术方面的努力 去做更多的这个合规和降低风险的设计 那我也不认可 那就是完全就是一个disconnect的态度 那实际上呢 目前类似的这样的态度是越来越多了 除了我前面讲过的星期四 美国商务部现在针对这个海外汽车的软件 做相应的调查 那么星期五的时候 加拿大的这个监管部门 同样也发出了类似的指令 只是说呢 这个方向不一样 加拿大的这个工业部长 星期五的时候专门指出 就是未来如果外资想要投资 或者是进入加拿大的游戏市场 或者是收购加拿大的游戏公司的话 必须要接受加拿大监管部门 有关国家安全风险的审查 虽然加拿大没有点名是哪个国家 但实际上大家也都很清楚 它是直接针对中国 为什么呢 游戏领域和电动车一样 现在目前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现在目前整个全球手游市场 差不多有三 有三分之一的收入 是由这个中国的企业来获得的 那么你可想而知 这些这个手游在收割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欧洲市场的时候 它的整个的这个运营平台 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混杂的 就是它可能有一部分是部署在这个北美 部署在欧洲 但是呢 它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可能还是在中国的境内的平台来进行运营 那么 你说有多少海外的这个客户数据 或者是运营的数据 是放在中国境内 可能只有这些游戏公司自己知道 对吧 那么 作为加拿大监管部门 它肯定也担心说你的这个国民的信息会被收集 并且上传到中国境内 所以它星期五才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呃 所谓基于国家安全风险的控制的要求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从这个系统跟软件层面来考虑 来来考虑 那么是不是中国企业就没有办法出海了 目前在现有的美国也好 加拿大的这个 这个数字化的这种脱钩的框架下 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呢 你想占据这个整个产业链的高端 或者说想获得相对利润比较丰厚的这一部分的价值链 可能就会比较难 比如说还是以电动车为例 那么这次这个美国商务部调查的主要是针对软件 但是呢 智能硬件并没有放到这个框架里头 按道理来说 智能硬件是不是也会有风险呢 呃 比如像这个摄像头了 微控制器了 或者是其他很多的这种车用的传感器 呃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 这个风险是不大的 因为这些东西呢 它往往不是独立工作的 它是需要整合到一个大的系统里头 或者说类似于传统燃油车的那种总成 而这些完整的系统呢 通常是由一级供应商来整合完成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德国的博士 对吧 他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控制系统 他会中间完全可能采用中国的一些这个设备部件来构建他自己的这个系统 而在构建的过程中间 这些相关的这个供应系统 它的安全性是由这个一级供应商来保证的 所以相当于一级供应商用自己的信誉来背书 好 我用中国的这些部件 但是呢 安全性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因为整个相关的这个软件编码和集成是由我自己来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中国企业的确 它的产品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市场的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 它的这个利润率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因为你并不能直接面对最终的整车场 更不用说最终用户了 所以不管是品牌也好 渠道也好 这些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吧 最前面的设计 最后面的这个 渠道跟零售 那么这些利润 毛利率相对比较高的环节 跟你就没关系了 你就只能去挣辛苦钱 去卖一些这个非常容易压价的这些零部件 所以呢 你说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他们依不依赖中国制造 当然依赖 因为中国制造的确能够提供这个价格非常便宜的这个成品 但是呢 他在依赖制造的过程中间呢 他现在担心两个 第一个担心就是他担心你在这个运营 尤其是智能设备运营过程中间这个数据的流向 以及你数据管控的策略是不是会让他放心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不愿意直接面对中国的这个品牌和中国的这个已经封装好的商品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也不希望中国能中国的产品能够获得高毛利 因为一旦获得高毛利 实际上就是推动中国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利润积累去开发出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 所以他依赖你便宜的产品 但是他不希望你在这个产品基础上挣太多的钱 获得太多的数据 所以最终有可能中国和美国的这种这个制造和消费市场的关系 就是美国会从中国采购大量的商品 但是呢 他尽量会让你这个商品变成只是一个单纯的商品 没有任何数字化属性在上头 数字化属性的这个附加 他希望是在欧美企业内部完成的 你只是变成一个螺丝钉的供应商就好了 所以未来这些复杂系统的中国的这个出口 可能还是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在数字化层面 很有可能出现大面积脱钩 但是从整个的这个制造层面上来看 可能脱钩并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上星期四 看到这个拜登相关的这个调查 以及星期五看到加拿大的相关的调查 我想到的一些内容 当然只是我的个人看法了 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内容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